独龙魂魂魂魂 身丽其境的世界 2014年 在吸收各种玩家声音和回馈改良 即霹雳神舟online后 将推出正宗续作 刀龙传说online 游戏中保留原本大受好评的 众多功能 也新增了刀龙传说故事相关的原创特色 将一一介绍游戏七大特色 刀龙之眼乃是刀之旗帜 一位刀者的最高境界 唯有身怀刀龙血脉的刀者 方有如此天命 来自失忆天成的五位护天神龙 在热斗震撼时 使用刀龙开眼来突破自身的实力 游戏中每一位玩家都是刀龙的血脉 只要杀气质全满时 即可发动刀龙开眼 让自己的弓体 威能 弓速 灵修和根基 得到大幅的强化 当然每一次开眼提升的各项能力 也可以借由各种不同的龙金碎片 来进行升等 达到龙战八荒的境界 相传远古时期 邪天玉武被五军罗猴斩杀后 其骨头和眼睛铸造成隐身刀 鳞片和皮则被制成刀龙战袍 因其上古魔神之力 可抵御任何攻击 在游戏中 兵家必争的刀龙战袍 整合在刀龙界面中 只要在游戏中取得各种龙银甲 即可修复战袍 还原属性 当然完全修复时 还会有华丽的霸气效果 一同体验无上战力 兵甲五金线 神州风烟气 兵甲五金 由四骑戒五冠传说的雅迪王所写 其武学造诣深不可测 并缠连十一戒四骑五魁 而毕生武学著成十一本兵甲五金 分别为废天地 灭生灵 神烈仙灵清 兵甲五金原为十卷 而废字卷为总绝 其威力更胜其他九部五金 雅迪王遭人陷害 为了让天下大乱 故散出十本五金 但怕对天下苍生造成巨大伤害 因此诱助生殖卷 用来颇解和医治其他五金的伤害 五金原本散落四方 分散在众人之手 但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透过副本 活动等方式 来收集学习 五金五学 杀招祭出 方圆皆伏 众多霹雳迷们最关心的霹雳英雄 与大绝招的今天一集 也在杀体绝招中出现 在习得后 则可以达到杀招祭出 方圆皆伏的高人境界 前作中大获好评的护体神光 也将有更丰富的客制化选项 无论是神威 现世 还是可爱俏皮 满足每位英雄的独特气息 英雄武魂系统也大幅强化 神兵 波尔剑 佛蝶等原有武器 更加入了刀龙传说的角色 武军罗侯 风秀主人等先天英雄 将成为玩家们最强大的助力 而在苦灭极道四境之中 千变万化的武学意识 这些环宇舞点 也将在刀龙传说online中出现 让玩家有机会 习得失传绝学 成为武林龙凤 游戏中更贴心地整合 各种武学装备 更创了战斗力系统 玩家们可以随时观察 战斗力的变化 达到军林天下之威 七大特色将带领各位 进入最正统的霹雳世界 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锁定收看